夜店外两派人马大打出手 连快打部队都快拦不住 出动电击枪贺阻 长发女子被警方拉到路边 要她别再闹了 现场乱成一团 旁边还有人跟警方呛吓 全部离开 全部离开 凌晨四点多 桃园中立新生路上发生斗殴事件 快打部队压之后 厘清是双方人马从夜店散场出来 28岁杨姓女子跟22岁曾姓女子 两人有肢体碰撞 结果同行朋友也加入战局 前岸讯后依妨害知悉罪先 寒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而台中警方取缔酒驾 看见这辆银色轿车怪怪的 要驾驶停车受检 但车子竟然继续往前 坐势冲撞远景 被警方团团包围大火敲窗 车上才下来五名男女 乖乖蹲在路边 原来他们全是外籍移工 其中三人与其拘留 才会看到警方这么心虚 想要逃 最后还是送专情队收容 遣返回国 解中部综合报导 再次拍摄 终律 贵 感谢